7月21日,成都市射击射箭运动学校内,成都大运会颁奖仪式升旗手们正在进行紧张的训练。 在听到教官的口令声后,他们干净利落地完成一个个动作。 经过多日训练,起步摆臂,立定转体,立竿倒竿与接竿等一系列动作,已成为升旗手们的肌肉记忆。 记者现场看到,每一个动作,每一个口令,升旗手教官魏子佑都在认真观察每一位队员的细微动作,稍有偏差就会上前纠正。 魏子佑告诉记者,升旗手的训练一直是按照高标准要求进行,要把每个细节都处理到位,才能做到整齐划一。 这个旗部整不整齐,这个旗的角度它是不是统一斜线的,从正面来看,他们的旗是不是都是正的,然后他们有没有对正,因为他们如果说不对正的情况下,转过几个后,他们脚底下站了,他们就不一样,犬牙交错那种感觉。 从外边来看的话,就是不美观,不整齐,所以我们就是主抓的就是说一个旗,要把他们六个人垫成一个人。 来自四川省梁山州的大衣女生易西央卓,是升旗小组的口令员,发出口令指挥升旗小组的成员完成升旗任务。 易西央卓说,能在大运会的舞台上展现自己,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,她会努力训练,圆满完成升旗任务。 当初我选上升旗手的时候,我心中是非常激动的,觉得能到大运会来完成这个光荣的升旗的任务,我心中非常开心。 但是在激动和开心的同时呢,我心中还是比较紧张,因为毕竟你们在这样一个大舞台上,要将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世界的观众的话, 你们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才行,因为我们同学之间是来自不同专业的,都不是很认识,但是毕竟训练了那么长的时间呢,我们不停地去重复,然后去交流各自的心得,慢慢地磨合一下的话,我们现在就更加有默契了。 根据要求,骑手们的军资形象,表情神态,实习角度,起步摆臂等一系列动作,都进行了规范化的专项训练。 魏泽佑表示,只有通过勤奋的努力和枯燥重复的训练,才能保证在正式升旗工作中不犯错。 因为他们平时也有自己的学业,我们是抓紧这个点滴时间,只要有时间我们就要进行训练,马上临近了嘛,这时候训练量肯定要比之前要大。 因为这时候我们抓得要更细,从早上一直练到晚上,没有说多少遍是衡量这个,就如果说一遍做不好,那就接着来,做到满意了为止。 之前让他们在占军资占领情况下,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受不了了,现在让他们占半个小时,占一个小时都没有什么问题,成长了很多。 据悉,本次成都大运会在西南石油大学,四川师范大学,四川警察学院等无所高校, 共选出了198位升旗手,其中男升旗手168位,女升旗手30位。 他们将参与18个项目,共269场的颁奖仪式升旗工作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